消失的花 所以后来它就那样 真的很有趣 哇 好漂亮的花哦 对耶 真的很漂亮 好想带一朵回去哦 反正花这么多 只摘一朵应该不会怎样吧 小文 不可以随便摘人家的花了 只有一朵又不会怎么样 小文 真的好漂亮哦 不过只有一朵 好像有点孤单耶 反正还有那么多朵花 再多摘一朵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 虽然两朵花不孤单了 但是只有白色一种颜色 好像有点单调 看来只好这样了 反正白色 红色 粉红色 三种不同颜色的花 都只在几朵 应该没有关系 等不及把花带回家了 就是啊 我的花怎么会 小文 不要再去摘了啦 如果花盆的主人 发现自己的花都不见了 一定会很生气又很伤心 我不管 我不管 不要我的花瓶里 有很多漂亮的花 文文 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呢 小文 在美心 这是我阿嬷家 因为阿嬷出国完 所以要我帮她照顾 这三盆她最心爱的花 没想到今天一来 发现花盆里的花 只剩下一点点 其他都消失不见了 阿嬷明天回来 一定会问我花怎么不见了 怎么办 那个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婉儿 我知道阿嬷的花在哪里 小文 你怎么可以乱摘别人家的花啦 对不起 一开始 我只是觉得花很漂亮 想说只摘一朵应该没有关系 然后两朵 三朵 不知不觉 就摘满了一大花瓶了 如果我阿嬷看到她心爱的花 变成这样 一定会很伤心 我错了 我不应该只想到自己 以为只是几朵花 摘回家应该没什么大不了 根本没有去想花盆主人的心情 我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却伤害了别人 影响了别人 真的太不应该了 小文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明天我会带着这瓶花 亲自去向阿嬷道歉 跟她说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也一定会帮阿嬷再把花皱回来 也只能这样了 我本来以为偷摘几朵花回家而已 应该不会怎么样 所以从一开始的一朵 两朵 三朵 最后变成一大树 结果却让婉儿阿嬷 以后没有心爱的花可以欣赏 也让承诺照顾花的婉儿非常自责 我们有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心中只想到自己 却忽视自己的行为 会严重影响到别人的权利 伤害别人的感情 真的很糟糕 请大家谨记在心 千万不要和我一样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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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